各位十年磨一剑 双刃未曾誓 今日把誓君谁有不平誓 歌神刀狼 写一首罗刹海誓 犹如一把四十米的正义之剑 劈开了好声音节目的黑幕 后来李文遗言跟上 好多的参加过好声音的歌手和导演 纷纷出来接黑幕 刚刚传来的消息 浙江卫视官宣 好声音停播了 正式停播 我们看看这些参赛的选手 是怎么愤愤的揭露的 看到李文被欺负的视频 暗暗不住自己了 为李文抱不平 我是2016年中华声音 柳州亚军 往显南林的省决赛 进入了五十强之后 当时我们才是五十强 就开始有工作组的演员 到我们的酒店的每一个房间 去邀请签约的事项 就是因为前三 可以去这个浙江卫视 很多人当时候一看到这种情况 都自动的放弃 包括我真的也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呢 参加这种比赛 有水分的 所以我觉得要这些东西的话 没用 我甘愿把这些东西毁掉 去乡村去做一个音乐异教 中国老师再见 刚刚传来的消息 浙江卫视官宣 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映的 中国好声音节目的问题 正在调查之中 该节目暂停播出 立刻就上了中国的热搜聊 中国的好声音 在豆瓣的评分下跌到了2.4 新一季的好声音 还没有开分呢 好声音的总的评分下降到了2.4 不及格了 这已经是啊 中国好声音原定今天晚上应该播出的 没想到浙江卫视发文称 鉴于观众和网友反映的问题 正在调查 该节目暂停播出 官方发出了这样的公告 这就说明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这个节目不会再播了 其实这样也好 要不这一届的导师也是很难呢 跟节目组签了合约 不工作不行 工作可能又被网友骂 所以节目停播 他们估计会松一口气 如果有学员已经交了钱 是不是打水漂了 打不了水漂 那些收的黑钱 马上得连夜还到学员的手中 没关系 突然感谢了 突然感谢了 这边的电话 突然感谢了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见 到了 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 这意味着这好声音播也播不下去了 众多的广告商才是好声音的来源 财务的来源 是吧 广告商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随着好声音的声誉下滑和舆论负面的累积 广告商担心与节目相关的形象 风险会影响到他们的品牌价值 因此选择撤离规避潜在的风险 节目组合蓝台来讲 广告商撤离就等于说是 维持节目运转的重要的资金来源没了 那这个好声音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位说了 我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海选 知道一些内幕真正的高水平的选手 组委会会劝你退出比赛 组委会喜欢一些水平稍高一点的选手 选手之间形成一种竞争 然后进行网络平台的投票 买礼物形成网络积分 然后根据评委级网络积分 选出选手晋级下一轮的比赛 就说这个不是看钱的 到后期就是花钱多晋级概率大 毫无公平可言 浙江卫视终于表态了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停播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吧 还想重整形状再出发吗 重整不了了 这些人们从此以后就完球弹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 停播是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最优解 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查清楚真相 查清楚真相的话 这就等于说是整个节目组都得进监狱啊 查清楚真相 是吧 还别期待这个节目的回归了 回不来了啊 说第一年看好声音 我高中毕业十多年过去孩子都有了啊 停播有点感伤啊 是吧 给十多年的观众有个好好的交代吧 你好好整整吧 啊 说 查清楚了 也好啊 刮手递落了 这个表态说明了态度还是很好的 是吧 好声音 希望好好整改啊 好多的好声音的老观众都希望能够回归 还能够回归啊 停播在预料之中既然有意义 缓一缓停一停未必是坏事啊 希望有关部门积极回应 证实相关问题 真正去调查实践的真相 哎呀 这些好声音的这些善良的网友们的粉丝们的 你们才做什么梦了呀 中国好声音停播整顿了 千万别让好声音成为坏声音 蓝台作为主流媒体应该好好自查 落实好责任 不能姑息 坚持内容为王 别再出乱子了啊 停播是明智的啊 给自己一个机会 是吧 希望能够查清问题整改完毕 早日归来 这些人 过于天真了 各位 这个节目回不来了 为什么回不来了呢 好声音 牵扯到的这些内幕转定 就付50万 在海选阶段 各个承包公司 一窝蜂的把这个选手都当成了 这选手都当成了鱼肉啊 是一个劲的仔 交钱 不停的交钱交钱交钱 那这些钱 那这些钱收的黑钱 这都是属于非政府工作人员受贿罪啊 各位 这要查起来的话 按敲诈勒索论处的话 那就是刑事罪了 好声音的这一群人从上到下收过黑钱的 那些选手现在心里边憋着一肚子气 纷纷向专案组报案 揭发 中国好声音的这帮剧组的人员 还能够在外边待着吗 如果把他们全抓了的话 这好声音还能再开门吗 谁还会给这样一档臭名昭著的节目去投广告和赞助啊 没有广告和赞助 中国好声音怎么再重新开门啊 这个IP完全的坏掉了 各位我给大伙说 不可能再重开了 重开没利益了 他要重开的话换个名字 换个名字选秀还行 中国好声音这几个字不会再存在了 各位 刀拉 十年磨一剑 一首歌 就把这个马虎幼鸟的罗刹海誓给铲平了 刀狼能封神吗 必然封神 刀哥威武 点个订阅 咱们下回再聊